昨天下午区委书记程向民来到松江海关 就松江海关建设与发展听取一届进行调研 在听取了松江海关关于综合保税区建设 新能源整车项目引进和G60科创走廊建设等方面的汇报后 程向民表示 松江2017年能够以328亿的数字名列国家级出口加工区的守备 更能够成为上海跨境电商中的排头兵 如此亮丽的成绩松江海关功不可没 程向民指出 如今的松江税收与经济结构转型健康日趋合理 产业结构调整转型走在全市前列 松江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坚持新发展理念 与海关共同携手 以打造新型产业高地为目标 坚持创新驱动与制度供给 全面构建开放型的经济体系 要通过先进制造业打造有发展后进的实体经济 使之成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支柱 松江正处在全球新一轮工业化的关键机遇期 我们一定要坚持开放再开放的导向 构建科创要素运用方式新颖 贸易便利化与实体经济全面结合的G60科创走廊 其中科创要素的极具 人才的引进 重大科研装备的投入与消化 都离不开海关的权力支持 在新一轮的改革与开放过程中 要聚焦减证放权加互联网加电小二的改革理念和工作主线 尤其要学习海关系统减证放权的先进经验 形成G60科创走廊的制度优势 吸引更多百亿级项目落户松江 以站高 看远 干实的姿态 打造要素集聚 创新活跃 环境优良的开放型经济示范区 副区长陈晓峰参加调研 本台记者王林美 行义子报道